看下 青春姐的金刚风险 根据于性别角色的行为作造 这很重要 所以如果一个小朋友从小 他对自己的性别他认同的话 这是最幸好的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女性跟男性 我看下面来讲话就好 看到男性跟女性 其实是社会驱动 事实上不是社会驱动 我们整个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大家都认同 不只男生 女生 还有其他一些的话 如果大家认同 事实上就不是这样 如果大家还要来玩二婚房 就很麻烦 然后他接着 这个爸爸想跟小孩子说 我们这个时候来谈这个话题很好 但是这个小孩子跟妈说 不需要了 为什么 往目察觉的 但是往目察觉的缺点 什么缺点 往目里面不见得每一样都是对的 很多都是错的 所以这时候还需要我们老师 大人来医导查 不然都错了不然都不对了 像这个我问一下 最博学的三个老师都是外国人 哪三个老师 大家知道吗 现在每一个人每天都又到 而且最博学的老师 而且最博学的老师 三个人 有没有知道 最Google 一个了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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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Google 还有吗 Wiki 还有 现在 应该不是脸书了 现在脸书是欧巴上 我们这些人在上的 哈哈 哈哈 好吗 哈哈 现在小朋友上什么 IG 但是像IG有一些人 不得跟我们小朋友讲 IG有图片 对不对 文字很少 可是我们现在的 十年国教讲究什么 就是阅读数量 就是因为我们小朋友 多看文章 多看文字 可是我们小朋友 越来越不喜欢看文字 所以这很麻烦 我看一下 当性瓶遇到十年国教的时候 我问一下 性瓶的主题里面 到底在讲什么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知道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想法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想法 大看一笑 大看一笑 右手辨识就好 这是我们细评 叫我们 十年国教里面的主题 那个学习主题的话 它有整过十四个 那个第一个是J1 就是要接纳自我 尊重他人的性情 性别特质跟性别认同 而在我们国教 国教里面做什么 看一下 还没有一个比较黑色的地方 国教阶段的话 就是要强调 接纳自我 跟他人的性别认同 并厘清身体印象中的性别迷失 这个 国教这个就好了 我们再三台说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 然后解释家庭学校 之常中对性别 刻板印象 产生的天见和气质 性别再讲这个就好 性别不要讲很多 在国众里面 然后 只要刻板印象 我让他看一个影片 好 你们认为他帮女生的脑袋 还是自己拿 你们认为 哎呀 性别给我安想 好 不错哦 那女生又恶恶是吗 但这个都是特别印象嘛 其实我们人生就一定要多久 很快哦 这是广告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广告 因为我觉得广告是一个最好的教材 对 有看到这个有尖叫吗 对啊 这是特别印象啊 那是可乐了 大家看到广告那边可以切掉吗 这是特别印象的 对 像我的学校的时候 我就给学生看 因为罗文教宗的 罗文教室的 就给学生看就好 看完哪个人想 这也是个人想 再比较快 而且也别多久 看完这几秒钟 讲完才是可以的 这是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 没有这个 这个他有东西吗 诶 你还为什么要开车 那个 大家呢 你可以吗 你只知道为什么家事 就要开车 你开车 我都会享受内在的心 为什么 我开车技术好啊 好啊 一定会不会心的 好啊 对啊 谢谢 这次课玩一下 对不对 我两次告诉你一声 有开始举手 在这一秒钟 是有开始举手 谢谢 你们应该长眼久了 你们教人应该都很相信 因为他有蓝牙无限 指定变化不牵线 你们应该是应该都很相信 但是如果 你旁边坐一个男生的话 如果那个男生很会卡住的话 他有时候就会害怕 因为没有错 那个广告讲 他要不信任的话 但是这刻刻白一笑 所以你们可能知道 是他在一拨 几秒钟 学员靠完 然后他说刻白一笑 就好了 所以 那个融入在我们领域里面 是很方便的 有没有讲太多 这一步 然后性女的话 第四个性皆是的话 他最讲什么 就是国中阶段 就是要进一步 认识身体自主权的三观议题 国中阶段 大部分就是认识就好 只要让我们学生知道就好 不用讲太多 真的 只要让他知道 他认同就可以了 然后像那个 只有我的偶尔也是一样 国中阶段 就是要 能够运用之一人去解决 这个是 性霸凌 性侵害 齁 在座 我问一下 在座老师里面 你是导师了 请去走 对 这也重要的 导师 你的学生里面 如果他不晓 什么叫性侵害 什么叫性霸凌 这也麻烦 还有性招容 但是如果学生 扭曲的也不好 校的学校 一个女生 被一个男生 有时候不小心碰到 他按照学书处理去告 他被性骚扰 所以在学书处很麻烦 因为我之前是学务主任 那个性骚扰真的麻烦 而且像性霸凌 有些是真的性霸凌 他反而不讲 有些不是性霸凌 他也讲 我问大家一下 性骚扰跟性霸凌 这两个差别 有没有知道 在哪里 在哪里 性骚扰跟性霸凌 这两个差别 有没有知道 只是差别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也要发表一下 性骚扰跟性霸凌 都是身体 都是身体接触 或是言语都可以 那个骚扰跟罢名的差别在一个是短期的 一个是长期的 这样而已 让我问一下 性骚扰跟性侵害 是两个差别这样 因为我在学乎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是学乎主任 这我都有处理过了 所以说它是差别在 那个性侵害的话 就是你要去碰触到对方的性器官 那就是要性侵害 如果你没有碰触到对方的性器官 那个碰触就要性骚扰 事实上性骚扰很容易 只要对方感到不舒服 就是性骚扰 只是说那种严重性 只要可以再开会讨论 那性骚扰跟性侵害 就在差别是一个是 也会碰触到对方的性器官 如果碰到的话就叫性侵害 差别是别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那个 看就各种符号中性别意涵 跟人际关 沟通的性别问题 然后你看一下 国中阶段也都是一样 就是各种性别符号 只要让国中深 认识就完了 然后他下面也是啊 国中阶段也就是要解析其中迷思跟那个偏见 就是那个科技里面的一些 或是网络上里面的一些那个 信息都可以让你学生知道 就是什么叫迷思 什么叫偏见 都可以让你学生知道这样 然后下一个就是第九 然后第九个就是国中阶段就在强调相关的法律权利跟性别平等运动的历史发展 然后下一个就是国中阶段就强调 随私跟他人的性别权利关系 培养平等互动能力 事实上写这么多 国中阶段最主要是要让学生知道 什么叫科研印象 什么叫性歧视 什么叫性知道 什么叫性罢语 只要让学生知道这些 所以他慢慢就会知道 然后第二点就是要让他尊重多远 尊重最重要 事实上不用讲他这么多了 那接下来我们讲的 让性理人遇到十二宁国教是怎么办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十二宁国教的强调就是能力跟素养 有没有知道 英语理应该讲的都是人嘛 对联合核心素养 那我一下 这两个最大差比是哪里 你们老师知道 能力跟素养 最大差比是哪里 以前我们的教师都会跟我们讲 什么叫能力 脚踏车 不是你开车 你学完 然后去考教上 你会开车的 这叫什么 这叫能力 啊 什么叫素养 就是你车子开出去了 遇到什么情况 你都会处理 这叫素养 然后我们怎么教学生 就是要我们把一些生活情境里面 融入到我们的教学里面 这个就素养 好 未来就教这个 但是 这样 讲白点呢 事实上我们老师还是老课文 然后讲就差不多了 但是考试真的未来会 越来越有核心素养的题目 因为我是教 我现在是教主任 我每次开会的时候 那个 施大教授都会讲 一定要跟老师讲 会考题 从去年开始 就慢慢把核心素养的题目 越动越多 那什么 英文领域 什么叫核心素养 就是你们越来越多 会有跨领域的题目 就不当然你们是英文而已 会把你自然里面也弄进去 所以 什么样素养 就这个 学会了懂应用 叫人力 然后什么样素养 就是在不同情境下 运用思考 这叫素养 事养的差别 就在这边而已 然后这个我们901 过来跟107年课当的差别 这不用看了 这因为大家都讲点充斥的 然后新北平等教育的话 是我们19下议题里面的 前世道 然后12年国教性别教育的重点 就是在未来的12年国教课当里面 就是要把我们未来所有的议题 都是荣誉 已经没有在别的课当里面 所有的领域里面 都会有这19下议题的素材里面 所以以后每一个领域都要教 就这个 这些都不用看了 然后那个3月9下也是一样 然后 3月9下在我们性别议题里面就是这些了 这点靠吧就好 这点靠吧就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